为了传承原住民的传统记忆 也开发部落的特色伴手里 华联市公所陆续开办研习课程 三月份邀请到传统竹编 还有阿美竹十字秀的老师 带领学员们把原住民的文化和生活美学相融合 期盼可以创造部落产业新银机 学员们仔细地按照图片下针 除了手要很稳 眼力还必须很好 因为十字秀是一个需要耐心与细心的巧手活 另外还有传统竹编 也要有清晰的理解力和逻辑性 加上一双巧手 才可以编织出一个完整的作品 而如何把竹编和十字秀相结合 再加上野菜文化推广 这也是指导老师用心巧妙的安排 我们就把我们会的竹腾工艺 它再配上十字秀 它也这中间我们也有跟刺绣 其实是秀老师说 因为我们也在附责我们的野菜文化 他刚刚也很希望大家可以享受 我们阿美族的野菜 马上就去认识 可是大家都是可能上完课啊 去采集啊 吃一吃就没有了 还我们希望他也可以把它融入在 我们这些就是生活美学的部分 所以我们就请老师这边帮我们研发三个 就是老叶啊 还有就很特别把奈嘛 就是稻穗 还在就是我们的辣椒 因为我们有在阿美族有在做腌制的这个文化 所以我们就把它做小辣椒 还把它做这个呈现 加上竹编的技法 做成一个装饰物 对 这样可以推我们的那个阿美族的文化 还有野菜啊这些 然后工艺啊 还有十字秀 还在还推一些生活美学的部分 即使刺绣不简单 竹编不容易 但是前来上课的学员们 都是因为喜欢这些原住民传统技艺文化 而要坚持到底 十字秀 十字秀哦 对对 那你怎么会想来上这个课啊 因为我对竹编这个东西 跟十字秀都比较有兴趣啦 对对对 那你在做了会很难吗 很难非常难 这个要靠眼力啦 那真的是 而且要做得很细 才会作品才会出来这样子 美女现在做的是什么东西啊 呃 刺绣 我是刺老业 刺老业啊 哦 那你为什么要来学这个啊 因为我之前就对传统 就是工艺有兴趣 然后所以我就想说 来报名 然后学这个 因为我没吃过这个 还有做主编 真的哦 会很难吗 呃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对他有兴趣 所以就觉得还行 嗯 有挑战性就行了 对 在一个星期 这次的研习课程就要结束了 到时候学员们必须完成老师要求的完整作品 传统竹编 加上阿美族十字秀 还有野菜图腾 再来点灯饰光雕 兼具传统记忆 与生活美学的作品 值得让人期待 这里会换是报导 好 好 好